國立空中大學在接下紅布之後 正式在中興新村運作啟用 三年前空大借用寧北國中校舍 服務南投學生 後來在國發會中興新村 活化小組宿舍不用之後 經過一年的改建 終於正式啟用 國立空中大學在全國各個縣市 都有設立服務處 南投服務處是在三年前 我們成立以後是南投地區第三個大學 然後在沿北國中設立 接下來我們成門國發會中興新村 國化小組拖用現有就有的王社 給我們在一年期間內 花了1800萬 把它重新規劃整修 現在今天進攻完成 大家很感謝國發會 還有感謝南投現政府 感謝教育部中興市給我們的指導 從此讓中興新村是變成我們 第一個國立大學 然後讓中興新村 萬南興從空拔在線 那空大在南投設立服務處以後 也帶給我們 所限領很多中興學習的機會 感謝大家一起來練空大 創會的市長吳聯俊表示 這一次空大新的服務處啟用典禮 也是校友會成立 目前空大有700多位學生 受手指化的影響 一般大學學生都減少 但是空大的業務 還是蓬勃發展 這一次我們南投 南投縣空中大學的盛勢 然後擺勢其盛 這是我們那個 空大的 這個新的服務處 其養典禮 還有校友會成立大位 不是剛才 那個產生了校友會 創會的市場 那我高歉 在今天這個節目 大家來幫我們 共同來做一個 推薦 那 南投縣 現在目前空中大學 有700多位的學生 通常一般的 現在少指化 大家都 人數都 其實人數都在減少 那我們南投縣 空中大學的效果 還是滿分補發展 那 現在一定有一個新的 自己的辦公審議 我相信將來一定會更加的 把這個效果 最長的更加分補發展 教育處副處長吳美玲表示 空大長期提供 縣內民眾 較好的學習資源 縣府未來 在社區成人教育的部分 也將結合空大 提供民眾取得 教育資源 今天非常高興 空中大學 也有了自己的辦公室了 然後有非常好的一個設備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 空中大學 長期提供我們縣內的民眾 在這個學習的部分 有非常好的一個資源 那縣政府在 未來在這個 社區成人教育的部分 也可以跟空中大學 做一個結合 跟一個 互相做了一個聯繫 然後現在 縣內有九個 數位的一個 學習中心 那這還有我們的 這個樂林學習中心 還有三個 三個社區大學 那這些 教育的一個資源 無非的就是要提供 我們縣的民眾 更容易 更有進變性 更容易取得 而且也更多元的 一個學習的一個資源 那我相信呢 在中央跟地方 充分的合作之下呢 南投縣民 未來在學習的部分 不但有了我們自己 原有的社區大學的 一個成人教育的資源之外 空中大學的一個 又能夠有更綿密 更綿密的一個結合 那也提供我們 在我們工作的職場上呢 有很好的一個 在工作技能的一個精進 空大成立的目的是滿足 國人進修與終身學習理念 透過數位學習平台學習 讓學生更能自主掌握 學習進度與時間 也更可以兼顧事業 家庭與學業 記者陳明志 中興新春採訪報導